难怪李莫愁的毒树如此厉害 你看他是欧阳风的谁 很多人都不知道 李莫愁年轻时 本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子 和陆家庄的陆展元 邂逅之后坠入爱河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李莫愁的师父却认为 陆展元并不可靠 然而李莫愁被爱冲昏了头脑 不肯听师父的忠言逆耳之言 最终一意孤行惨被师父逐出古墓 李莫愁后来才知道 古墓师父所言非虚 原来李莫愁四处追寻之下 终于找到了心上人陆展元 可此刻的陆展元 却成了和元君的新郎 经此打击 李莫愁性情大变 因爱而恨 最终堕落黑化成一个 滥杀无辜的女魔 被江湖中人称之为 赤恋女魔 李莫愁从此纵横江湖数年 停戒兵破银阵 和五毒神掌杀了不少江湖好手 让各门各派都谈之色变 在绝情古一役里 李莫愁身中情花剧毒 无力回天 他冲进熊熊烈火之中 一边想着陆展元 一边唱着那首 令人听了肝肠寸断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 尽管李莫愁 这位人物角色早早命丧火海 但此女敢爱敢恨 到此仍是一个 截身自好的处子之身 此等行为 让无数读者感慨万千 而且李莫愁 还留下了诸多 悬而未解的谜团 一 古墓一脉虽然有玉风针 但针上的毒乃风毒 然而李莫愁的冰破 银针的毒又是从何而来 此外 李莫愁还贴身携带一部秘籍 换作武毒秘传 这更是难以解释 只因古墓一脉 并不擅长用毒 二 在古墓的时候 小龙女曾对杨过说过 师姐李莫愁 故知从哪里惹了个大恶人 好来古墓派捣乱 后来被师父点穴降服 可是没想到 那个大恶人穴道被谁解开了 还偷袭了师父 师父一直怀疑是师姐做的 这个大恶人就是欧阳风 杨过却有自己的看法 他是这么对小龙女说的 并不是李莫愁替大恶人解开的穴道 而是我一父本来就会逆转经脉 是自行解开的穴道 小龙女以及小龙女的师父 为何怀疑李莫愁和欧阳风有瓜葛 李莫愁又做了什么 惹得欧阳风跑到古墓来捣乱 三 杨过在加兴的时候 把玩的地上插着的冰破银针 毒素从手指侵入体内 很快就命悬一线 和一旁路过的欧阳风头也不抬 就知道破解之法 他简单地教了杨过几招 就让杨过倒转身子 将剧毒从手指逼出 欧阳风头也不抬就知道 如何逼出毒素 他是非常了解冰破银针的毒 还是冰破银针的毒本 就是欧阳风所创 四 多年以后 杨过在中南山的草地上 再次捂育了欧阳风 欧阳风决定要将蛤蟆弓 和逆转经脉之法 尽数传给杨过 然而欧阳风为何担心 小龙女会偷学她的武功 即便杨过一再解释 小龙女绝不是这种人 为何欧阳风还是不放心 仍是趁杨过不被偷偷折回来 点了小龙女的穴位 小龙女年少貌美 身怀一身古木派内功 欧阳风是不是联想到了李莫愁 这才认定小龙女会偷看自己练武 其实很多读者都不知道 金庸的神雕侠侣最早发表于报纸上 这就是最原知原味的连载版 在连载版神雕侠侣中 李莫愁曾邪后欧阳风 李莫愁眼见欧阳风风风颠颠 却练成了一身毒弓 惹得李莫愁心生歹念 李莫愁假装好意对欧阳风体贴入围 全案中偷学欧阳风的毒弓 并顺手牵羊带走了欧阳风的武毒秘传 欧阳风发觉之后 李莫愁早已逃回了古木 仍欧阳风仍穷追不舍 直到闯入古木和小龙女的师父 爆发了正面对决 这样一来 李莫愁为何练成了这么多厉害的毒弓 小龙女的师父为何会被欧阳风打伤 欧阳风为何担心 同为古木一脉的小龙女偷学武功 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毋庸置疑 连载版的故事还是比较完整的 只是不知出于何种缘故 金庸在随后的三联版和新修版神雕侠侣中 彻底删除了李莫愁和欧阳风的关系 这才惹出了如此之多的谜团 不过对于一些狂热武侠迷来说 即便金庸掐断了李莫愁和欧阳风的关系 但通过金庸留在原文里的设定 他们还是能推测出 李莫愁和欧阳风的关系非同一般 毕竟欧阳风被小龙女的师父点了学位 可众人都怀疑是李莫愁替欧阳风解了学位 而李莫愁没有得到古木师父传下来的玉女心经 为何他的的冰破银针和五毒神掌 仍能在江湖里占得一席之地 答案很明显 李莫愁的这两门绝招都出于欧阳风之手 由衷的佩服金庸的妙笔生花 他的武侠小说即便完结多年 书中仍留下了诸多隐藏剧情 让我们看了不由的拍案叫绝